他说要得上 习近平指出 党在任何时候 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习近平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喊绿色发展 但内蒙古莫名跟着喊 反对放牛羊的草场变成高污染的养猪场 抗议多年却是被抓被捕 在草原上与警方对峙 汉人来了 抢草抢粮还抢羊 一碗米半碗沙 五步不认爹和妈 上世纪九十年代 形容内蒙古土地严重沙漠化 有这么一句顺口溜 全中国八大沙漠 有四大沙地全在内蒙古 沙漠化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整个赶速 官方制沙植树造林 让滤进沙退 但还草还林却不是还给内蒙古人 尤其是中国农业部 2016年一旨 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 沿海省份不要的高耗水 高污染养猪场来了 内蒙古草原猪羊变色 现在父亲的草原也没了 母亲的河也都干了 实际上草原破坏的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是中国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的 敌视蒙古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政策 官员个人行为执政风筝 每个人都是胡来的 为了所谓的地方政绩 或表面的扶费项目 但是这都是非常违背草原 本身的生态规律 和牧民传统的生活模式的 要求环曹厂给公道 内蒙古人的抗议没停过 这也不是内蒙古人第一次 面对游牧文化造侵略 早在南珠北盛前 开矿的电油的企业 还有军队都到了内蒙古自治区 抗议的牧民却遭到暴力 2014年官方枪杆的瞄准牧民 6年过去 内蒙古官方如今喜大普奔 庆祝全区贫困县级 通通摘帽脱贫 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却说 有6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 也就是1000元 1000元 在一个中等城市 可能租房都困难 而官方要少数民族记住 是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帮助脱贫就穷 但汉文化沙文主义的相似悲剧 却早就发生在藏人齐聚的青海省玉树州 反对开矿聘经济的藏人 却遭到武警开墙镇压 疫情图的产党 有7年 Should Show 已经去年十九九半时间了 delete 其 diction 共二年 推到国筒 对 我们也知道 他们想要 进行No- 中国 通过近5年的艰苦努力 到2019年底 西藏74个贫困县实现摘茂 62.8万建党利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当中国官方媒体大肆庆祝 西藏历史性的消除绝对贫困 在华盛顿智库 詹姆斯端基金会刊出学者曾国恩的报告 中国正以脱贫为由 在西藏实施转移就业 大规模对藏人农牧民 开展其中封闭且军事化的培训营与强迫劳动 听着有点耳熟吗 从在教育营到职业培训中心 这些都是中国遭各方抨击 在新疆迫害人权的做法 被美国制裁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陈全国主政乌鲁木齐之前 他就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他把过去对藏人的手段 都用到清江穆斯林少数民族身上 制造出新问题 在维吾尔地区 尤其是这个政策针对的是 南疆的四地州维吾尔人聚集区 出现了很多 就是因为转移就业 异地扶贫 这样的政策下 出现了很多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 无人照顾的那些老人 在94年 就是提倡 必须要在农村搞那个基督制学校 基督制学校的 搞的那个主要目的是 为了调整人口结构 这种把人从他的家园 强制性的安排到这些工厂打工 实际上是在制造更多的贫穷 是把整个一个民族 都变成一个贫穷的流浪汉 实际上是把民族 从家园里都赶出去 把维吾尔人变成那种 欧洲的基布塞人一样 让维吾尔人离了家失了根 只能依靠政府 为的是政权稳定 中国官方扶贫的重点区域 一直放在老少边穷 相对来说 没有与国境接壤的 四川梁山遗族自治州 正在山高谷深的悬崖边上 小心翼翼的探索自己民族特色的脱贫之路 曾在梁山生活一整年的捷克人类学者柯阳 就这么总结 遗族人在中国少数民族里的相对处境 他们的地位其实我觉得是比这些 现在被对待的比较惨的那些民族 他们的位置是更优势 梁山遗族的穷困 有过往毒品艾滋病与孤儿多的坎坷轮回 这些实际社会难题少涉及地缘政治 四川省日前则批准了 包括梁山美孤县在内 七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 但柯阳提醒 贫穷会流失 消失了也可能再回来 官方要跟出贫穷拼速度 就容易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那些外来的人就是被拍到梁山 他们对这个当地的情况就是 没有时间care 因为他们只有limited time 他们可能只有三年 然后必须得达到这个目标 他们也不感兴趣支持 他们需要把这些工作做好 在柯阳镜头下 照片下方蓝色铁皮屋顶的新建房屋里 则少了遗族人的火塘 多了过去没有的厨房 要怎么追求文化现代化 现在的遗族人还有的选择 不一定非得搬进新家 柯阳希望他的梁山兄弟们 能一直有的选 过上两不愁三宝账的 遗族特色小康生活 不要重蹈内蒙新疆与西藏的民族哀愁 梁山是我生活的一个大的部分 我真正的真心希望他们会越来越好 而且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